你知道吗 其实战争不只是全剑弹药 或是网络世界 还不加主材 黑客组织匿名者64 现在已经点燃导火线 摊开中国国家安全部 微信公众号贴文 指控匿名者64黑客组织 就是台独换洋网军 剑指我国国防部 还公布三人照片资料 除了公布具体账号 更是明确贴出 我国资通电军 三位现役人员照片 再在显示我国资安破防 专家揭示背后动机 莫建国风不仅回应 一切皆非属实 而中共国家安全部 贴文内容也不排除是 移花接木 放出消息除了影响我军士气 或许还可以探得口风 我们也不会去证实 就是我们的资通电军 里面有哪些人员 因为你任何的说法 可能都会被中共的 相关的情报单位 作为拼图了一块 只是不论哪套剧本 中共目的就是希望 找到我国国安破口 如今中国已出招 我国也得谨慎应对 欢迎收看我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 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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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堂铛 已经远些 一旦 并且要开启小铛